我们来翻开圣经 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 应该是马可福音 对不起 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旧圣西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 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他也差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好 读经到此 感谢主 今天早上 汉阳牧师要继续的正道 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那里 遇见耶稣 遇见耶稣的羞耻 我们请 汉阳牧师 汉阳牧师 遇见耶稣的羞耻 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 我们今天要来遇见主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比较不平凡 我们一边常常想到主的时候 想到哇 他去到哪里都很多人来找他 很多人踵跃的来要碰他 确实之前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走进他的家乡的时候 你发现你和我的主不是这么样的荣耀的 如果我们看下个幻灯 这给我们看到 这是巴勒斯坦的地图 这是北边的地图 如果我们点击一下的时候 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 我们这三个神迹 一连串三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耶稣基督过加利利海的时候 平静了风浪 他彰显了他的能力 当门徒们看到他的能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难以置信 难以相信 这个人怎么样可以跟风和浪讲话 当他到了哥拉森那个地方的时候 到哥拉森再点击的话 在那里你发现 这个人哪里有这样的能力 敢出污鬼 难以相信 过后他回到加百农的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 这个人哪里有能力 复活死人 难以相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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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稣基督 他走了这三个不同的地方过后 他要去到 去到哪里呢 去到拿撒勒 拿撒勒 拿撒勒离加百农 加百农是他的施工的总部 HQ 施工的总部 所以加百农离拿撒勒有20公里 所以终于回到家乡了 不过还没有走进他家乡之前 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的人怎么称呼拿撒勒吗 当时的人怎么称呼拿撒勒吗 当时的人怎么称呼拿撒勒 这年头如果你去圣地的话 你去圣地你不去拿撒勒 哎呀我去了圣地哪里不可以去拿撒勒 哪里不可以去拿撒勒 一定要去拿撒勒 这年头我们去圣地 每一个圣地之旅 他都带你去拿撒勒 拿撒勒是个重要的地方 不过你知道在两千年前 人家怎么讲拿撒勒吗 你听听一个犹太人怎么说 耶稣自己的门徒讲的 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选择 生长在一个国家 生长在一个城市 请问你会选哪一个 你会选择非洲的一个部落 一个乡村的一个部落 还是你可能会选择上海 广州 北京 你说人太多了 或许新加坡 人还是太多了 可能纽西兰 澳大利亚 美国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谁想去那出不了好东西的地方 耶稣的家 所以这是二十公里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换灯的时候 这是如果我们在加密山上 在加密山上我们看过去 对面就是拿撒勒 所以其实今年头 这年头你去拿撒勒 真的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看 因为拿撒勒真的是一个小乡村 考古学校考考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它确实不可能出什么好东西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拿撒勒附近 其实在当时耶稣的时代 耶稣二十岁之前 当时加密地的首都 其实是这个地方 叫做谢弗利斯 所以下一个换灯会给大家看到 在这里 所以离拿撒勒三公里之远 三公里之远 那可能弟兄姐妹会问 我们说 这个谢弗利斯跟 谢弗利斯跟拿撒勒有什么关系 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在耶稣的时代 在约瑟的时代 其实拿撒勒是没有活的 没有工作做的 No projects No construction projects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木匠 其实严格的来说 耶稣是一个石匠 不是一个木匠 因为在以色列 木是不多的 你去黎巴嫩 很多木 不过在以色列 石头是多的 所以当时的人 不像这年头 电工不做水工 水工不做木工 不过当时的人 你做木工 其实你也做石工 所以耶稣严格的来说 比较像是一个石匠 所以弟兄姐妹们想象 摸摸你的手掌 一个石匠的手掌 跟我们的手掌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最多的工程 其实在拿撒勒是没有的 考古学家考了考了 拿撒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坐石匠的话 你每天很有可能 走来回六公里 其实古代也是不远的 来回六公里 去那边坐石匠 所以到底这个石匠的历史 是怎么样的地方 你看看下一个幻灯 就给你看到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看起来像罗马的城市 所以当时的 以色列的这个君王 这个西律王 他要讨好凯撒 讨好凯撒的方式很简单 把以色列扮成好像罗马一样 当凯撒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王相当忠于我 所以这谢否里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去的话 他有大街 这个大街好像罗马的大街 所以如果你看下面两张图的话 这是他们铺的地板 这不是家里头的 弟兄姐妹们 这是外头公共的路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些都是石匠做的事情 请问你会做吗 我会做吗 我不会 这是这样做的 一片一片 一块一块石头 慢慢的贴上去 在这里的工程相当庞大 所以当我们走进一个石匠的生活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 请问耶稣基督的肌肤 是黑的还是白的 你看好莱坞都是白的 好莱坞的耶稣传都是白的 不过如果你走进一个石匠的生活 如果你是耶稣基督 一块一块 一片一片石头 一个一个这么掉的话 天天在大太阳底下 夏天的时候 可以热到三十七度到四十度 其实耶稣的肌肤 根本不白 所以你可以明白 为什么在以赛亚书这么说 以赛亚先知在形容耶稣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加形美容 根本不漂亮的 根本不帅气 看看他的外表 看看他皮肤 摸摸他的双手 你看到他的时候 没有美容 一个人都不会羡慕他 所以因为这样 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耶稣来到拿撒勒的时候 人家看不起他 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他是一个很普通 很普通的人 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经历过贫穷 经历过贫穷 甚至有一个 经历过贫穷的青年人 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 汉阳牧师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我说OK 这句话解释给我 他说 因为家境穷 他很难想象 坐名车的感觉 他很难想象 住豪宅的感觉 所以他跟我讲这句话 我还想了几天 这样我想想 好像有点对 因为为什么呢 有一天我的太太就问我 去超市 她说你天天去超市 不是天天 常常去超市 为什么常常买西瓜 这样我想 是 为什么我常常买西瓜 我也想了想 不过我发现 我不只是常常买西瓜 我也常常吃肉松 我昨天还吃 麦当劳的巨无霸 巨无霸倒餐 所以荧光沐上的这三个东西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我常常吃这些东西 你们不要下个礼拜送给我 求求你们 我经常吃的 你们别担心 不过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我想了想过后 我来到个总结 因为我小时候吃不到 我小时候很贫穷 所以小时候贫穷到一个地步 吃西瓜是奢侈品 肉松是不可以的 肉松真的是奢侈品 昂贵的东西 更不用想 麦当劳 更不用想 所以当我吃 麦当劳的时候 当我吃肉松的时候 当我吃西瓜的时候 会有幸福感 会有幸福感 终于想象得到 西瓜有多么的甜 肉松有多么的好吃 麦当劳有多么的不健康 都吃了 我说第二姐妹们 是不容易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出国 如果我告诉我的孩子们 我要这样带你们出国的话 我可以相信 我四个孩子 没有一个会跟我出国的 我父亲说 我们要去泰国了 我说 我们去泰国太好了 这样我们忘了 问父亲怎么去泰国 我们坐旅行巴士去泰国 巴提亚 巴提亚就是曼谷的南边 比曼谷还要远 所以我们不知道 原来坐这趟巴士 去一次三十个小时 来回六十个小时 请问孩子们要跟我去吗 不用回答我 这种问题不用回答 我们心知肚明 不过听说姐妹们 你知道吗 我去那边 我还记得一幕 那一幕我念念不忘 我们去这个卖燕窝的地方 有卖真燕窝 假燕窝 所以父亲 其实那时候打两份工 为了妈妈 要妈妈在家里 照顾三个小朋友 他白天打一份工 晚上打一份工 所以去燕窝店的时候 猜我们吃真还是假的 是假的 我们六个人分享三碗小燕窝 假的 所以我记得 为什么我记得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生气了 我走出去 我不要吃 这个是一个经历贫穷的那种情绪 说以后我不要贫穷了 贫穷到一个地步 来到这个地方 坐三四个小时来这个地方 吃燕窝 已经是很便宜的燕窝了 不过还要吃假的燕窝 吃假的燕窝 还不可以一人一碗 还有六个人三碗 两个人一碗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要选择这种家庭吗 我要选择这种家庭吗 如果给我们选的话 我们都不要的 坦白说 给你选择你要蓝领的工作 还是要白领的工作 多数的人说 我要选择白领的工作 给你选择住乡村 还是选择住城市 你说我要选择住舒适的地方 弟兄姐妹们 你会选的话 难道耶稣基督不会选吗 主耶稣基督不能选吗 祂会选 祂能选 但是祂的选择 和你我的选择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 所以我们的主选择了一个贫穷 羞耻 被侮辱的一个家乡 所以华人有这句话叫做 相见容易相处难 相见容易相处难 所以当你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了 回耶稣回到家乡 门徒们跟耶稣回家乡 你可以想象 哇我们的老师要回家乡了 应该是轰轰月月 好像以前的人状元回家了 哇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 哇那个城市 那个家乡 大家都在庆祝啊 不过谁知道 耶稣来到家乡的时候 是的 管会堂的人 记得吗 上周我们讲雅鲁 管会堂的人知道 哇这个名讲师 这个名牧师 名传道人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还是请他来吧 大家听听一些新的道理 新的道理 我们扯开话题 下周有一个弟兄 叫做丰赫弟兄 他是一个经验灵修神学院的一个学生 所以请他过来分享 为意受苦 就让我们青年人知道说 我们基督徒在新加坡 其实我们很舒服的 当你认识一位青年人 在中国信主的时候 他被拷问 他被抓去问话 他有时候甚至被关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不太欢迎我们 不过这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他们请耶稣来 好耶稣来 不过耶稣讲完的话 讲完他的话 过后 你听他们怎么说 中文圣经这样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以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中所做的是何等的艺能呢 听起来还挺客气的 不过如果你执意原文的话 听起来很难听 如果你从原文执意的话 听起来是这样的 从哪里这个得到这些 没有人 从哪里这个得到这些 接着说 谁给这个 这种智慧 哪里得来的 这是他的家 他家乡的人 但是回到家乡的人的时候 听到耶稣讲的道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接受 他们也不可以接受 他们也不想接受 过后你说这个挖苦结束了吗 还没有啊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看第三节的时候 真的是相处很难的 你宁可不相处 相处了你就发现 根本很难在一起 第三节这里 他说这不是木匠吗 可能你会说 他贬低蓝领 不是的 弟兄姐妹们 当时的犹太人的世界 他们是高举着手工活 如果你是个木匠 你个石匠 这是一个被尊重的一个行业 但是你说 为什么当时他们就特意说 耶稣你是一个干劳工的一个人 他们要讲的道理很简单 你只会干出火 你是不可以讲道理的 你是不可以讲道的 你是不可以教导的 你哪里来的本事 站在讲台上做教导的工作 你只会干出火 你说完了吗 还没有 弟兄姐妹们 下一句话更难听 更难听 他说 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弟兄姐妹们可能对我们来讲 OK啦 还称呼玛利亚 不过如果你走进一个 犹太人的世界的话 你知道这是很贬低人的吗 很贬低人的 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世界 没有人会称呼 一个女人的儿子 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你会称呼 这不是汉阳的儿子吗 或者这不是汉阳的女儿吗 如果我说 这是会喜的儿子 其实这年头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接受 在两千年前是侮辱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想想 当地的人怎么侮辱耶稣 为什么不讲约瑟的儿子 为什么讲玛利亚 十生子 没结婚 就有的孩子 你说是约瑟的吗 他来历不明的 玛利亚的儿子 所以过后 看看他的妈妈 不见天 看看他的弟弟们 看看他的妹妹们 都是很普通的 你看他们有多有文化 多有智慧 多能干 这个人哪里来的智慧 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聪明 来讲这些事情 不知道是从哪里偷学过来的 从哪里搬那套过来拿撒勒 在这边讲讲 你说完了吗 没有啊 你看谁跟他回来 弟兄姐妹们 跟他回来的 哪一位是博士 跟他回来的 哪一位是学者 哪一位是高官 没有啊 四个渔夫 一个瑞利 还有一个恐怖分子 叫做瑞利党的人 Zalot 是恐怖分子 十二个门徒 百分之五十都是 很糟糕的背景 这什么传道人来的 弟兄姐妹们 这是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 当我们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 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你会选吗 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话 你会选 你会选 玛利亚由圣灵 感应而生 你会选择 住在一个被藐视的乡村 你会选择 有普普通通的弟弟妹妹们吗 你会吗 你不会选择 所以他们藐视 相见容易 相处很难 你相处 你知道的那个人 其实你就开始藐视 所以今天我们学一个功课 在教会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在教会生活是一模一样 我们相处多了 我们就开始藐视对方 你看到这个新朋友的时候 哇很开心啊 有新朋友 多三个月 多六个月 多一年 你认识了这个新朋友的时候 哎哟 这个人要不得啊 你知道他的背景吗 他以前是怎么样的 对方姐妹们 旧事的事情过了 为什么要再提呢 他是新造的人了 神使他新造的人 耶稣基督释放他了 为什么我们还耿耿于歪 他过去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要看 耶稣基督使他成为的那个人 因为相处呢 我们再放远一点 一天我们十五年后 我就退休了 我明年五十大寿 我们这几个 有几个人 要明年五十大寿 多十五年 我们就退休了 想一想 十五年后 或许在我们当中 甚至在外头 那个大班里头 可能有一个少年人起来 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 那个时候就是 耶稣被藐视的时候 你看那个少年人 起来做传道人 小时候坏得要死 小时候皮得要死 小时候干了 在教会干了这么多坏事 现在在教会想到 不可以 我最好换教会 所以六经文们 你要明白 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 我们主要让你看到 他选择了一条羞耻的路 我们主要让你明白 不要看外貌 如果你当开外貌的话 你是不可能相信耶稣的 当时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听不下耶稣的话 因为他们看的是那个外貌 所以我们这个月背的 那个首诗歌是对的 不要看人境 不要看环境 你不要看人 如果你看那个人的环境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 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一个理工学院 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背景 普普通通的工作 今天竟然可以站在这里 教导我们下面 有多少位高等教育的人 你凭什么 你是谁 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和我如果活在两千年前的阿萨的话 我们一定拒绝耶稣的 因为耶稣跟这样的人 没两样 让我们把在教育里头 我们撇开这些偏见 不要看那个人的背景 那看那个人 神怎么改变他 神怎么建立他 神怎么使他慢慢的成长 所以相见容易 相处难 如果你看下一段话的话 其实相处难 相信更难 相处难 相信更难 所以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 他说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以外 本家 除了本地 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尊重的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主 从远到近 所以下个换灯会给你看到 我们的主从家乡 过后来到亲人 最后来到家人 所以我们的主 他明白了 他说大先知 就算是大先知 来到自己的地方 他的家乡 他的亲人 甚至他的家人 都藐视他 就请你们 马可福音第三章 讲的就是这段话 如果你要记得 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 你听 当时他的弟弟们说什么 弟弟们要去那个地方 加百农来抓耶稣 他们抓耶稣 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说 因为他们说 弟弟们说 他的哥哥疯了 疯了 我们把这个疯子 抓回去 自己的家人 都藐视他 都藐视他 所以最后我们的主 在那个地方 你看第五节 他说 他不得行任何的义能 其实你可以翻译成 在那个地方 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没有人看得起你 谁会请你来做事情 耶稣神 神了吧 算了吧 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背景 你看你的家庭 算了啦 你来讲一堂道 可以了啦 不过我不懂 你哪里抄袭过来的 plagiarize 不懂你从哪里 跟哪一个名讲员 抄过来讲的 算了啦 耶稣 我们这边 回来看看惊人 就好了 所以圣经说 耶稣在那个地方 他顶多 只有几个病人 来找他 按手在他们身上 健康了 好了 所以我们的主 来到第六节的时候 主 你看圣经说什么 很少让我们看到 耶稣惊讶的 在福音书里头 很少 耶稣很多事情 都不惊讶 大风大浪 他不惊讶 被鬼扶的那个人 他来 他不惊讶 死了 他也不惊讶 但是你看 圣经说第六节 他诧异的事情是 这些人竟然不相信他 竟然不相信他 所以对我前面 你要让神惊讶吗 你要让神惊讶 方式很简单 你选择不相信神 你每一周 你每一天 读圣经 听圣经 不过在你心里 你不信 你不信这位神 你不信耶稣基督 可以带领你 过这丰盛的生活 你不信耶稣基督 可以带领你 走那公义 公平 那光明的生命 你选择你自找 自己的路 不过你知道吗 丢结妹们 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 我们最不想要的事情是 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诧异 他surprise 其实 哇 你去教会这么多年了 你不信我的 你不信我 这是我们的悲剧 所以丢监们 就是帮助我们 不要让那拿撒勒 发生的讽刺 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 但是如果我们走 我们看研究 这拿撒勒 这个悲剧的时候 你发现 这圣经里头 不仅仅有 这拿撒勒的悲剧 在耶稣基督来之前 就有这样的悲剧 就有这样的悲剧了 所以我们来提几个先知 首先我们来提提 看摩西先知 就这边摩西干了什么事情 轰轰烈烈的大救赎 轰轰烈的把以色列民 从埃及地救出来 他应该是德高望重的 不过你看摩西说什么 摩西说 哇 跟神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不要担了 神啊 你历史了 你现在 你立刻把我给杀了吧 我不要活了 为什么 因为摩西被藐视 摩西是一个住在皇宫里的人 过后出来做以色列人领袖 摩西是一个人都知道 他有智慧的 因为从小到大 他有学问的 他有知识的 但是被人藐视 你说 哎呀 牧师一个先知而已 那听众姐妹们 刚才你们读的那段情经文 以利亚先知不是如此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了 以利亚先知在以色列是大先知 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个大祷告 他说我三年零六个月 说不下雨就不下雨 这是大祷告 过后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说 我叫你还是离开你的家乡去吧 离开以色列去吧 他说你去哪里 去西顿 去西顿那个地方 西顿是什么地方 外邦人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谁养你 外邦人的寡妇养你 以色列人没人养你 你去 你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你能活命 以利亚先知做一个轰轰烈烈烈的大神迹 我们都知道 得胜了巴黎的先知 在那时候过后 你看先知在他那时的神迹 神经告诉我们 约尔华降下了火 烧尽了繁迹木材石头 成土烧尽了沟里头的水 而应该发生的事情是 以利亚被尊重 但是以利亚没有 反而这以色列的国王跟皇后要追杀他 所以以利亚来到这以色列的南部 跟耶和华说 摩西讲了话 他跟耶和华说 耶和华算了 耶和华我的命你拿走了 我比不上我的列祖 我是个失败的人 做了这么多东西 没人要我 被藐视 所以还有吗 耶利米先知 耶利米先知 在耶利米书讲了好些预言 都是一一的成就 当然讲了这些预言的时候 你听当时耶利米碰到的 那个迫害有多少 到一个地步 耶利米先知自己说 愿我生的那个日子被咒诅 愿我的母亲 生产我的那个日子不蒙福 换句话说 耶利米先知说 我宁可我不要生下来 都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都不要被藐视 所以现在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那观念我们要学 就是在这里荧光幕上说的那个观念 那观念就是 这熟悉会引发藐视 我们在教会里头 距离近了 会藐视彼此的 你认识那个人的背景 你说啊 你的背景这样的 你认识那个人的习惯 你的习惯是这样的 你认识一个人 你会越藐视一个人 这是一个试探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去主帮助我们 我们还是要越认识那个人 但是我们越认识那个人的时候 去主帮助我们先想到 他是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他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 他的重价买习回来的 在神的眼里 他是神的宝贵 你先看他是神的宝贝 你不要看他的背景 你不要看他的过去 你越熟悉他的时候 你看神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 给他叛乱 给他出路 这是你和我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旧约的悲剧 新约的悲剧 会发生 在这间教会会发生的 所以耶稣才会说这段话 他说先知在别的地方被尊重 在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的亲人 在自己的家中 是不被亲人 所以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那里也是这么说 但是耶稣就给我们一个俗语 我们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耶稣这么说 当时有一个俗语 那俗语就是 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 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 所以那个俗语的意思就是 你这么厉害 你自己医自己吧 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 你这么厉害 你展现一下你的荣耀 你告诉我们 你多么的 多么的可以被人尊重 没有什么可以被人尊重 耶稣该告诉我们那个道理 不过专家我们来学一点神学 从神学的角度 不仅仅是看到过去的事情 现在的事情 发生了又发生 其实 现在专家姐妹们 这里有预表 这里有预意 下个换灯告诉我们 预表英文叫做typology 预意英文叫做allusions 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读圣经 亲爱专家姐妹们 你喜欢读圣经 喜欢读旧约 喜欢读新约 因为在旧约里头 你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预意 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 很多很多事情 在预备耶稣基督这位弥撒亚来 你读到先知的时候 你看到先知们 是耶稣基督的影子 他们在等候着弥撒亚来 你读到祭司门的时候 你发现这是耶稣基督的影子 在等候着弥撒亚来 你看到读到君王的时候 这君王是耶稣基督的影子 等候耶稣基督 这弥撒亚再来 我们喜欢读圣经 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 其实圣经非常非常的和谐 分圣经的旧约 在预备你和我 以后有那位要来 什么叫预表 预表的意思就是 这旧约好像一个影子一样 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 所以这个预表学里头 有三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是 这预表学是按照历史 这预表学不是故事 预表学让你和我看到 上帝奇妙的事情是 他有主权到一个地府 他可以使用历史发生的事情 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影子 他借着摩西 让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影子 摩西怎么被羞辱 耶稣基督以后更要被羞辱 以利亚怎么被羞辱 耶稣基督更要被羞辱 耶利亚怎么被羞辱 耶稣基督更要被羞辱 你看耶利亚的时候 你说耶利亚够惨了 被人家打 被人家揍 被人家丢在缝坑里头 大边坑里头 你说够苦了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不只是被打 不只是被鞭 耶稣基督听十字架 在那里 羞羞辞辞 随着预表学 让我们看到 历史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 以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 要发生 这是第一个角度 而第二个角度 让你和我看到 怎么这么奇怪的 这过去的事情 跟新约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连贯性 很多的连贯性 打个比方 第二节目你有想过 为什么在旧约 谈到这么多 不能怀孕的女子 谈一个撒拉就够了吧 还谈一个拉姐 谈一个拉姐就够了吧 再谈一个她嘛 为什么 一个接着一个 他还告诉你说 在旧约 这些历史的事情 等到新约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现在就觉得 那个道理很简单 请问有老公的 容易怀孕呢 还是没有老公的 容易怀孕 有老公的 可以怀孕的 没有老公的 是不可以怀孕的 来到新约的时候 确实有一位 没有老公的 有一位还没有出嫁的 他怀孕了 这叫做预表学 他有连贯性的 最后你发现 他有高潮性的 旧约的事情 你看了 就很轰动了 来到新约 来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你发现 好像一个高潮一样 高潮一样 所以听众姐妹们 这是圣经 当我们为什么 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圣经在告诉你和我 我们的主 他原来就有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 在旧约里头 就看得到了 他清清楚楚 他晓得的 他来到这个地面上 人相见容易 相处难 他来到这个地面上 他相处难 相信他更难 但是他仍然愿意来 听众姐妹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面上 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都没有 没有一个朋友 像这位耶稣基督 虚极一样 没有一个人 会为你做这样的事情 只有一个人 一个朋友 就是耶稣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恩主啊 神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主 不是没有选择的 如果我们去 认识别的信仰 的宗教领袖的时候 主 很多很多的宗教领袖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家族 远远的 好过 高过 主耶稣 但我们的主 他为什么选择这一切 我们的主 为什么选择 一个被羞辱 被侮辱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主 他知道 主 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自己 被羞辱过的地方 自己被侮辱过的地方 自己 抬不起头来的地方 但是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 凡事 都受过试探 我们的主 也受过这羞耻 的试探 祝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找到安慰 神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因着 我们以为要爱我们的神 主啊 眺望我们 对你的爱 燃烧我们 在里面的爱 我们冷淡太久了 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祝坏的事情 多了 好的事情 越来越少了 主我们求你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主啊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旧约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影子 在新约 我们心远 看到 耶稣基督 所经历的事情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 一天又一天 一周又一周的 祝我们 得提醒 得安慰 我们有一位 爱我们的神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